在你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 你说他是懒 他不是懒 他叫差 宠坏了的孩子都会差 差在哪呢 卫生习惯差 一个人能够脏乱差到不洗脚还不洗袜子 还得要女朋友来帮着洗袜子 卫生条件这么差 而且连点基础的自尊心也都没有了 还有什么差 能力差 因为能力差所以工作不好好干啊 因为能力差所以闲了无事的时候 也没有别的更加让他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了吧 打发时间也就是看看小说 打打游戏了 他打发时间的方式甚至都不是 您连他的消遣都不是 你只是他的老妈子 假如他说我打发时间的方式是跟女朋友逗逗玩玩 跟女朋友去郊外踏个亲 跟女朋友一起玩 亲亲抱抱举高高 跟女朋友一起做饭做菜 然后让女朋友喂我吃 我们两个人小琴小调的也可以啊 然而他的所有的休闲娱乐里头都没有你 因为你得忙着做饭 你得伺候他 没让你喂都已经是他对你的仁次了 而你也挺有意思 你站在这儿 你真的很像老妈子 就是包括你整个的这一个状况啊 就是那一种感觉你要说是个妈吧 他不像 他真的就是有一点又像姥姥又像奶奶 又像家里头不知是干嘛的 每天围着锅炉转的那样的一位女性 你要真的那么有母爱啊 将来找一个可靠的男人生一个孩子 咱能好好宠那孩子 对那孩子好 但也别宠废了 废了就这样的 长得挺好看的一姑娘 但是你花在自己身上的时间太少了 所以哪怕是连上舞台来 你都懒得食道自己 仿佛这一副样子就是真的是随时下场了 我就得给他煮点开水 冲碗泡面 端给他 你饿了吧 吃 咱不要活成这个样子啊 我也不想说你们俩的爱情了 在我看来毫无爱情可言 他就是以爱情之名找了一个老妈子 而你要不要接着再做这样的一个角色 您自己看着办吧